随着孩子慢慢长大,遇到的人和事物会越来越多,接触环境也越来越复杂,做爸妈的总是忍不住操心,这父母心泛滥起来,总是忍不住帮孩子包办了很多事情,殊不知,这样的父母心很可能让孩子做事锻炼自我管理能力的机会。 在现在社会,管理能力已成为国际化人才的一种必备素养,管理能力包括信息管理能力,成本管理能力,时间管理能力,那么,该如何培养孩子的管理能力呢? 犹太妈妈是这样做的,一段恋孩子的信息管理能力知识也是一种信息,学好眼前的知识,他们会大有用处的,像儿子灰灰不到30岁,就成为世界富豪。 首先要感谢她的信息管理能力,灰灰的以色列同学,给她起了个绰号,号码百事通,要知道,以色列小朋友的信息管理能力,可是独步天下,受到他们认可,一定要破真价实才行。 灰灰无论走到哪里,都会多听,多看,多观察,多提问,这些有归有举的小细节,帮灰灰养成把各种信息随手归当的习惯。 她就像是一台摄录机,会根据自己的需求,清晰地记录下来办事情的流程,以及需要处理的各种事项。 这些好习惯一直跟随回回到现在,比如,当她和同学们一起去贸易市场恋叹时,她会在蔬菜、水果、小商品等各个贪类前来回转转,看看哪些贪类商机更多。 正式经过她的观察分析,她发现中国的风油精,谈香善,资金在谢莫纳正很受欢迎,回回兴奋极了。 她把在以色列卖春卷转的钱寄到上海,托轻烹好友帮忙采购风油精等商品寄到以色列,在中国花25元人民币买的私金,在谢莫奈可卖250谢克尔,相当于500元人民币。 利润的空间非常丰厚,回回为什么总能挖掘到利润不透的空间呢? 回回从小就把一句话当作作用名,即使是风,你也要知道她的来历。 回回能进入门槛极高的钻石行业,跟她小时候锻炼出来的信息应用能力息息相关。 二段略孩子的成分管理能力,刚到以色列时,我们靠在市场上卖春卷谋盛,按理说,我做春卷也算行价了,想过很多节省成分的办法。 可是,十几岁的尹黄刚一上场,就想出节省成分的小诀窍,诀窍就在春卷线的调料上。 以色列人喜欢吃西红柿、青椒等清淡的食物,而且不吃虾的水生动物和猪肉。 我做春卷线也是入香随足,把羊粥、胡萝卜丝、薄鲜菜、豆芽剁碎,再放胡椒粉、鸡精等调料。 然后,再用糖调好色,这样里面的馅料看起来货色深香,但是,鸡精就用的特别快,在以色列购买又不方便,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分。 一花折磨了这个问题,他对我说,妈妈,不能把饭量足料一起放进去,鸡精在以色列摆不到,我们从上海带来了又很麻烦,要省着用。 如果,如果沾量东西一起放进炒菜中,出了水,鸡精很快就蒸高掉了,等于是浪费了我们的鸡精。 如果包成卷之前最厚吧,不仅味道好,还可以节省成分。 也许,有的家长会说,孩子还小,长大了他们知道该做什么就行了,不要对孩子要求太高。 然而,我们不要想看孩子小的时候,你跟他的任何一个小小的互动,都可能对他往后的人生影响甚大。 所以,教育有三个字很重要。 教肾女史,开始的史。 一开始,你对到孩子的方法不对,可能一生就拉不回来了。 成分管理是一种责任感,孩子的责任感是在生活中一点一点的培养,慢慢的形成的。 平时游停倒了都不服起来的孩子,你很难指望他有一天突然变得有责任感,让孩子感到自己很有能力,让他们懂得成分,懂得责任。 三段恋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孩子们,请问,如果每天都有八万六千四百元,进入你的银行户头,而你必须当天用光,你会如何运用这笔钱? 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? 是的,你真的有这样一个户头,那就是时间。 每一个人每天都会要新的八万六千四百秒进账。 那么面对这样一笔财富,你打算怎样庇佑他们呢? 在锻炼孩子们的财商前,犹派家长首先会给孩子们上第一堂投资课,投资时间。 他们会告诉孩子,如果你想获得财富,就必须投资于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。 那就是时间,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想变得富有,但很多人不愿意首先投资时间。 他们会说,我没有时间,我太忙了,我要做这样那样的事情。 这些常见的观点和借口,就是为什么只有少数人能抵达充满财富的世界的原因。 时间管理是犹派孩子从父母那里学会的第一项投资本领。 其实,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本质上,是一种时间管理能力。 他关系到了一个孩子做事情的效率,乃至事业的成本,归回,原本也不是一个种的管理时间,投资时间的孩子,我越是把大把的时间给他。 他越是不知道珍惜,家里推行有长生活积居后,他发现,原来每天的时间是需要统筹安排的。 比如他要在放学后的五个小时之内,完成职日表上规定的家务,还要做一些必须的课堂复习,还要和楼下小朋友,一起踢一会儿足球。 这三件事情,如何统筹安排呢?谁最优先,鱼和小长要兼得,效率怎么实现? 回归跑来问我,妈妈,有什么好办法吗? 看到一往把时间当免费的餐的儿子,突然对时间产生了价值感。 我心头一息,为了让他学会时间管理,我没有帮他帮了下家务,继续像从前那样给他当电饭包和洗衣机。 我说,儿子,时间不够用,往往是普遍的现象,既然谁也无法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时间。 那么,唯一的办法是如何计划考充分利用你的时间? 看起来根本没时间写文章了,可是,他偏偏会管理时间,他的文章写在山上,知道是南山上吗? 马上,枕上,车上,自从有意识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后,我发现,提高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,需要让孩子明白三个常识。 第一,时间是个消耗品。第二,事情是有行重缓急的。第三,时间是有类别的,父母有责任教会孩子。 根据事情的兴致,安排不同类别的时间,让孩子懂得把重要的事情第一时间做,把长期做的事情,每天设定固定时间。 沙拉伊玛斯。沙拉是一个独自补养,三个孩子长大的单身妈妈,通过借鉴中国教育和犹太教育的精华,创造性的通过延迟满足,加封育人等理念,让孩子们从小养成自强自力,勤奋好学的品质。 沙拉的两个儿子从需要到垃圾销边捡衣服穿的穷孩子,一部分奋斗成了一男富翁。 孩子管理能力栽培管一,每天列出计划,确定每天的目标,养成把每天要做的事情排列出来的习惯。 每天早晨头一件事,是考虑第一项工作,先做起来,直至完毕,再做第二项,如此下去,如果没有全部完成,不要太在意,因为照此办法完成不了,那么用其他办法也是做不了的。 二,区别紧托性和重要性。 紧急的是不一定重要,重要的不一定紧急。 当你面前摆着一堆问题时,应问问自己,那一些真正重要,把它们作为最优先处理的问题。 如果你听着自己让紧急的事情左右,你的生活中就会充满危机。 三,充分地利用你最有效率的时间。 如果你把最重要的任务安排在一间里,你干事最有效率的时间去做,你就能花较少的力气,做完较多的工作,何时做事最有效率。 个人不同,需要自己摸索。 四,权力以赴地完成最重要的任务,重要的不是做一件事花多少时间,而是有多少无受干扰的时间。 权力稳功,任何困难都可迎刃而解。 零打碎敲,往往解决不了问题,一次只能考虑一件事,一次只能做一件事。 五,用好放学前的十分钟,许多孩子快到放学时间就心不在焉了。 其实,放学前的十分钟是黄金时间,用好了,可以起到成前提后的作用。 一,整理课堂笔记。 笔记上记载了一天的课堂沙扬,包括当天的一些重点提示,由于时间仓促,内容可能会有点杂乱。 所以,更要在一天学习结束前将它准备一下,运,完成比完美重要。 不要,孩子自己想要做一件事情时,虽然做的过程中不见得很完美,父母也要鼓励他继续努力。 千万不要说,别弄了,都把东西弄坏了。 七,从熟悉的事物开始,家长有意识地创造一个让孩子社会资历的机会,可以让他在家里找到一个熟悉的物品。 或给他一个问题,让他自己去找答案,对孩子的自立能力要从一道难,让他从成功的体验中产生动力。 主动前进,爸,要做到管与放的结合。 所谓管,就是在孩子办某件事时,要顾问一下,与其有什么困难,预先做一些必要的指导,所谓管就是要帮手让孩子去做。 在做的过程中,孩子才会增长才干。 九,养成习惯。 俗话说,习惯之事如蛛丝,习惯之后如绳索。 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,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养成自立的习惯,并经常督促。 此生,看准时机,不要在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,要求他能够自立,或是勉强让他负弃责任。 这是一部怎样将子女培养成亿万富豪的教育手记,作者的有效教育机制,不仅挖掘了孩子的责富潜质,造就了孩子善于编制人脉的本领,也培养了孩子心理调试,与自我原书的良好素养。 本书作者沙拉借鉴了中国教育和犹太教育的理念与经验的精华,既符合中国过情,同时也有外来的智慧,让原本依然伸手扮来张口的儿女,不到30岁就实现了世界富豪吗? 这是一部有助于讨论,他究竟解决,当下中国家庭教育问题的书,那些一味的超量满足孩子的家长,将从本书中学会延迟满足教育法。 让孩子学会忍耐,增强孩子被拒绝的心理承受力,培养孩子获取成功力为的重要力伤,除此之外,你力对人生的期许变得更有残性,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竞争,父母真正成功的爱,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红旗,你独立的人隔年对世界,放手越早,孩子就会越早走上独立之路。 你爱是嗨,很心是爱,加上学会爱,孩子赢未来,还有特别狠心特别爱赢赢在家风,讲述沙拉如何给孩子确立的原则和底线,营造良好的家风的方法和技巧,参加小熊塔丁顿掌线读活动,就有机会获得天鹅阅读网集功的精美图书一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